有一个刚刚上幼稚园的小女生 你知道幼稚园上上幼稚园 大概是五岁四岁这样的年龄 有一天她从幼稚园回来 跑回家的时候跟妈妈讲 妈妈妈妈妈将今天早上在班上 有个男生对我说 她很喜欢我 想跟我结婚 妈妈听了就很淡淡地问她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小女生回答说 她是负责插黑板的 妈妈又问 那你怎样回答她呢 小女生说 我对她说 我们不可以结婚的 因为只有自己家里的人才能结婚 你看我公公跟婆婆 阿公跟阿嬷 还有妈妈跟爸爸才能结婚的 自己人才能结婚的 不是自己人不能结婚的 看到没有 这个是小孩子的天真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很天真 很多东西我以为这样 所以就是这么样不一定的 圣姐妹 我们要看到事实 今天我们要查好耶稣的名 我要让你看到耶稣的名的事实 为什么耶稣能够领受尊贵的名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个经文 如果你有圣经语打开 所以你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细节 所以你比书第二章第九到细节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第十节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积极 十一节 无不称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他们就要祷告 天父教祝你赐下 其实就算今天是我们活然的出息 但是我们要你的马纳 要你为保我们在这个新一年里面 让我们更了解 知道耶稣的名是何等的伟大 我们作为你的儿女 有权力 有权柄使用你的名字 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要做 今年我求主 让他们每一个生命 凡事都得胜 靠着你的名 主我求主 你来祝福 以下的时间 祝福你的古人 让古人所讲的每句话 都能照顾他们 主啊 吃给他们一个受教的心 打开了书名 眼睛 耳朵 能够听到 我们领受到我们的过语 感谢嘉宾 你一直祷告 奉耶稣的名字 大家 Amen 那记得上一次 上一次的系列 我跟你讲到 在人类的意思当中 有一个人的名字 之所以伟大 有三个条件 第一 因为他继承了这个名字 比如说 一个王子 他继承他的 父王的 这个 这个继承权 他就变成伟大 第二 为什么一个人为伟大 因为他承继了这个名字 他为了这个名字 做了很多的工作 承继了这个名字 第三 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伟大 是因为他配的这个名字 还记得吗 如果我叫我女儿叫真美丽 他make sure他是真美丽 不能不美丽 不美丽 他就找到这个名字 就不配这个名字了 所以 可是 主耶稣 恰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拥有这三个条件的人 在历史上 可能有人说 他是因为继承这个名字 他配的这个名字 就一个条件罢了 有些人 他做很多的工作 很伟大的事业 成就他的名字 他也有一个而已 但是耶稣呢 这三个条件里面呢 他全部都拥有 今天 我们主耶稣如何 成就他的名字呢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 赐予更尊贵的名 如何成就他的名字呢 他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呢 做了什么东西 使到他的名字 在天上的 地上的 地底下的 都因耶稣的名 没有一个人 不跪下来 不稀稀 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我们来给你看一些背景 一些背景 背景 这个 这个呢 在哪里啊 这个叫保罗大教堂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教堂呢 是在那里啊 这教堂是在 英国的伦敦的中心 然后呢 是一个很出名的 叫保罗大教堂 他是建在啊 山上的 山顶上的 从London 就是伦敦 很远的看 从地面看上去 就远远就能看到 这个教堂了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 伟大的建筑物 如果你到了 圣保罗堂教堂里面呢 你会看到 第一层呢 就能看到很多 名人的 粉墓在那边 在这么多的 埋葬名人当中呢 他也埋葬了 建这个教堂的人的 坟墓也放在那边 你一定会想咯 应该这个 把这个建筑师啊 的坟墓应该是很伟大 放在那个 教堂那边啊 他的坟墓应该是很伟大的 啊 然后一定会在那个坟墓里面呢 写他的名字 写他的历史 他如何建这个教堂啊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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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哦 我告诉你的事实 当你进入了大教堂里面 那个坟场的旁边的时候呢 你去找这个建筑师的 坟墓的时候 你会很惊讶的事情 你会很失望的 那边 坟墓那边 只是放一个 大概一个 座子大的 一个大石头 然后呢 那个石头啊 的墙 的旁边呢 只是刻几个字 很小的几个字这样写 若是你想知道 关你这个人的事 你就周围看一看 意思说呢 这个大教堂的本身 就说明这个建筑师的历史 这个大教堂 所有一切 就能够讲究 这个建筑师的 一生当中伟大的事情 不是坟墓能够告诉你 乃是他的工作 来告诉你 这个人 这个建筑师 是何等的伟大 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再看下去 就是这个教了 就是这个建筑师 就是把这个建筑 教堂建筑出来的 这个建筑师的英文名字叫 Sir Christopher Ranch 他是一个 英国的天文学家 建筑师 他出生于宗教师家 父亲呢 是温莎副主教 素妇是伊犁主教 然后呢 从小就在牛津 牛津学院里面读书 学习天文科学啦 又很喜欢艺术啦 对绘画很高的天分 Landon在1666年的时候呢 发生一场的大火灾 几乎把所有 Landon的大的建筑都烧毁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叫做 Christopher的 他就把很多很多伟大的建筑 在复修重新的建立起来 他一生里面呢 总共呢 重建了50亿座的教堂 这个巴罗大教堂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呢 他建这个 从1675年开始重建 到1710年才做完 都总共花费了75万的银瓣 那是 那个是 16世纪的时候 70万一半 换来今天应该是很多很多 他参与的工作啊 建筑工程呢 还包括皇家的肯 肯兴顿工啦 汉谷顿工啦 纪念碑啦 皇家教育所啦 哥林威治天文台啦 这些等等 他的工作是那么的伟大 然后呢 他是1723年去世 然后死后呢 就把自己 张在这个 保罗大教堂里面 这是一个普通的人 为什么要讲 这个故事给您呢 而是有给您的 今天 为什么耶稣的名字那么伟大 假如我们想知道 主耶稣是如何的伟大 我们应该看看主耶稣做的工作 这就是基督教的意义 基督教的意义 超越我们能力人所形容的 因为呢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宗教比基督教啊 更遭受逼迫 人可以容纳那些宗教继续存在 对基督教却不是这么样 我们在马来西亚是一样 我告诉你比如说 你要做什么特别的节目啊 你要做办活动啊 像外的 安东圈啊 那些七鬼坊啊 都可以拿准证啊 给他们大棚啊 做庆祝都ok了 很容易就pass了 如果你要让教会去申请permit 去游街啊 游行啊 还是做这些 那些台式啊 是不容许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他们知道 基督教是不一样的 在灵界里面呢 是有一种拦阻和阻碍 让基督教不那么容易的去做 自基督教开始直到中间啊 基督教乃是最遭受弊薄的宗教 从凯撒尼罗一个人 至少残杀了不少过一千万的基督徒 自从凯撒尼罗提取后一次一遇一次同样的事情发生 曾经啊在欧洲中期有一段时间啊 大概是这样的逼迫这样的反对基督教的大概是当时有五百万的那时候大概全欧洲有五百万的基督徒 他总共杀了四百万 四百万的基督徒是被杀害的 我能告诉你历史中有许多这样的事情 在这世界的历史中呢 基督教是最遭受弊薄的宗教 今天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来教会他们还可以选教会 几点来还可以选呢 啊这个不是好今天讲道不是很好 牧师也不是很好我换别的教会 所以几乎基督教基督信仰已经实现他原来的那个能力 以前啊信耶稣是要付出代价的 以前啊信耶稣你是真正被启示架来跟着耶稣的 今天我们马来西亚过着很舒服的生活 我们没有逼迫 所以我们教会要复兴真的很难 因为没有逼迫来到 最近我拿到一个article 我看到在伊朗啊在巴基斯坦啊那些国家是回教国家 反对基督教很强烈的国家 反而他们的基督徒信黄起来 反而很多人纷纷的来信耶稣 就是整个基督教里面感觉到一样东西 好像整个人类整个地域都要来起来毁灭基督教 但是很稀奇的就是 当这些人在被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呢 反而这个基督教也信黄起来 这就是基督教的历史 不管遭受多少的避害 今天基督教的扩展也超过刚开始的时候 不管是人还是鬼都不能拦住这件事情 你若想知道主耶稣有多伟大 你看看全世界信耶稣 再来 神将耶稣设为之道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 希伯来 所以菲利比书第六 第二章第六节到十八第九节这样讲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仁为强度的 反倒虚体 取了母部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神的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超万名之上的名 第一我们看到什么呢 总也妹 圣经讲得清楚 耶稣为什么名字这么方 他耶稣的名字 为身为至高 第一 他以自己 以神同仁 他 我们看到第一点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到他的放弃 他原本是跟上帝同仁的 他有神的荣耀 他以神是同仁 他分享神的荣耀 他居住在天上最高的地位 可是他把这一切都放弃了 他没有把他的荣耀 当作抢夺 反倒虚体 他把放弃完全倒空 第二 圣经讲 反倒虚体 取了母部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我们看到耶稣 他的卑微 他取了母部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这是一个很大的强烈的卑微 对照 不论你了不了解 或者你感不感受到 从神的样子 变成人的样子 这是一个何等的放弃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 对他来讲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卑微 他舍弃天上所有的荣活富贵 取了人所有的卑微 取了人所有的互活 有一天 在一个图书馆的外面 有个老老婆婆 在打扫草地的时候 忽然间远处走来 有一个穿着制服的将军 然后老太太就请这个将军 说先生先生可你帮忙我 撕起来那张纸吗 那个将军就很生气对他说 你以为我是谁 我帮你捡垃圾吗 我是林肯麾下的最主要的 什么什么 参谋军长 然后他就很生气的走走离开了 随后有一位 有一位人走进来 他就把那个字拾起来给那个老太太 老太太就很感动 就问他说 请问你是谁啊 先生 那个人就跟他讲 我只不过是普通的一个林肯麾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当 我是谁 竟然叫我做这样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像耶稣说 我本来是这么伟大的 我本来是充满荣耀的 我要下尊 要卑微到一个地步 不只是简单 而把自己杀害 定在身上下 如果叫我说今天之后 我是很卑微 我真的没有面子啊 叫我去做这样东西 我算什么 如果相比耶稣的时候 所以耶稣的卑微是真的很卑微 他本有神的形象 我要跟你上这些课 跟你讲耶稣的名字 让你明白为什么耶稣的名字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折服在耶稣的名字里面 因为他是有神的形象 他有这样的权力 却放掉这样的权力 成为人的样子 以我们也不在 所以呢 接下来 第三 他的顺服 圣经讲啊 已经听清楚啊 他存心顺服 一致一身 哎 顺服不是 哎呀我口讲完了啊 哎呀我顺服了 哎呀不爽也要顺服了 可是圣经讲的很清楚啊 已经有存心 大家讲存心 存心 真的是要特地来顺服的 顺服不是天生的 顺服是要存心 刻地来顺服的 哎呀有时候他叫做很麻烦的很闲的 那每天都念讲 这些道道道道 我要顺服 因为我学习顺服 耶稣不只是顺服 从里面 耶稣 纯心顺服 以至于此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 这当圣经讲 使徒说 加一句话 且死在十字架上呢 他的意思是说 没有一件事情 比羞辱 没有一件事情 受羞辱 比在十字架上更生了 在犹太人中啊 被钉十字架是一种很羞辱的事情 9月中就有写着 凡破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诅咒的 有人被破在木头上 因为神诅咒的他 如果凡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 是因为神诅咒他 他才应该是比较大 看到没有 我要再给你看到过面了 神啊 耶稣是神 神啊 居然来到一个地步啊 被自己诅咒的地步 他自己诅咒 自己为什么 因为他上了十字架上 还有什么东西 比这个事情还要更糟糕呢 这就是保罗的言义 这不仅是被钉十字架上 那是一个事实 当然钉在十字架上 是一件残酷的刑法 特别着重的 是在那一个民族 就是犹太人民族里面呢 都以十字架更有更深看法 所以有更加的羞辱 凡被破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诅咒的图里面呢 因为耶稣了 代替了我们 使徒说 他为我们成了诅咒 大家讲 主为你成了诅咒 我跟你旁边人讲 主为你成了诅咒 又说他本不知 他不知罪没有罪了 为我成为有罪 神把他 对我们的诅咒 放在他身上 他为我们受了诅咒 这就是死日假的 他不知罪里面 所以罪里面 你可以不用这么笨 让诅咒在你身上 信耶稣不只是一种的仪式 信耶稣得救 并不是一种的道理 信耶稣是一种事实 把你身上所有的诅咒 都让耶稣来代替 耶稣承担代替 承受我们的诅咒 这就是死日假的 保罗说 他甚至顺服到一个地步 且死在死日假上 他也以神同等 以神荣耀永分 有天上丰富的锋芒 当他自己倒空到一个地步呢 竟成了神的诅咒 死在死日假上 他是何等的顺服 何等的神气 第四 神使他身高 圣经讲 神在他复活的时候 就宣告你 宣告自己他死了 神借着他 从死里复活 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这也是他名字的基础 这四件东西 刚才我讲的 导空 卑微 死日假和复活 造成了他超万名的基础 就在这个立场上 神赐给他超万名之上的名 这个大的名字 告诉我们基督是谁 基督曾做了什么 他做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 他如何对他的工作 我们对他 假如我们对他的工作 有一点的理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向他七七跪下来 说主耶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背着这个名字 超过万名之上的名 接下来 超过万名之上的名 第十节 叫一切的 在天上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都因耶稣的名 五不七夕 我本身 跟从耶稣 信耶稣这二十三年里面 我可以告诉你 耶稣的名字真的是 没有一个人不遵从 我记得有一年 当然这样的案件是很多的 我的举例一种 有一个 早期我的教会 就是有很多那些被鬼扶 邪灵 中邪的情况 很多人都来到教会被祷告 那有个姐妹 有个女孩子 她 就是说 被鬼扶的情况 然后有一个 就把她带过来 我们就被她祷告 当这个邪灵在她身上 发作过的 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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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线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 有一个柔弱的女孩子 变成一个力大无穷的女孩子 就是说 如果有五个男人 好像 博弦这样的 size 这样的男人 五个人做出她 都做不到她 他们尽力她 很暴 那个女孩子 这个邪灵在她身上 发作的时候 她就很 很暴力 丢东西 丢衣食 很 就是很 很粗鲁的行为 就对了 然后呢 弟兄们就很 有五个 我们当中有 我们应该 释放祷告是团队的嘛 就有五个弟兄姐妹 五个弟兄 就 靠前她 向前她把她捉住 但是啊 这五个人啊 男人的力量 都不比 一个弱名字的力量 因为那时候被邪灵 来 滚板 然后就充满 那种力大无穷啊 连五个人都做不到她 最后怎么样了 最后 我会跟你分享 其实 耶稣的名字是蛮有能力的 那我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 就是因为累计 经验的累计 那当下我只知道一样东西 神经感动我 就奉耶稣的名 我说奉耶稣的名 我捆绑你的手 我捆绑你的脚 我说你们都放开她 不用再做她 我说捆绑你的手 这个女孩子 马上就倒下去 我都被绑就这样 脚也被绑就这样 不能动 我命令你现在 坐下来 跪下来 她服 为什么呢 因为 在灵界 不管你喜不习惯都好 灵界当你用耶稣的名字的时候 一定有事情可以发生 所以 要怎么算用 如果你是基督 你可以用耶稣的名 在任何场合 在任何情况 你可以用耶稣的名 连叫那些厉鬼 连叫那些强包的邪灵 都要屈服 不怕的 牧师不是因为天生 就是很大烦的人 就是因为经历 那么多的事情 那么多的经历 我很清楚的 耶稣的名 当我要喊耶稣的名的时候 魔鬼邪灵 所以任何的情况都要发生 我将念 我将念旧耶稣的名 在我的身上有火象的 还有很多见证的情绪 我记得我每一次 我以前我的教会 住在那个 甲姆娘 我不知道只有一个人 知道甲姆娘的地方 甲姆娘 那个甲姆娘的地方呢 从甲姆娘 我走路嘛 我要走路 回五条路 要经过很多小巷的 那些小巷很多野狗的 那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只野狗啊 他身体啊 脱毛到很糟糕 然后又有很多叉 很腐烂的叉 然后 我 我觉得他好像快要死这样 那我就很 我每次走路 我就很随口的 奉耶稣明祝福你 奉耶稣明祝福你 每一天走路 来的时候就祝福他 回去的时候也就祝福他 至少有两次 但是 我告诉你 这个工作 我以为是 我就在 这样来念 念旧耶稣的名字 体验耶稣的名字 的厉害 我大概 过了一个半夜的时候 我看到 诶 发现到这个狗啊 同样的一只狗啊 不一样起来 胖了起来 邪巴了 那时候还是 可是毛还没有长 还是脱毛的情况 可是他变胖了起来 他那个山口 那个苍啊 都 慢慢 慢慢的 就 运河了起来 我大概是 多了一个半夜 我在 每天也是这样走路去 这样 奉耶稣明祝福你 你看走了 奉耶稣明祝福你 大概三个月 这个 这个狗啊 毛长起来 胖了起来 也 所以 如果你还有机会 为人找到 奉耶稣的名字 所以 你可以操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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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名字 耶稣的名字 是可以让你用的 因为 你已经 世上念他的 你有这个权定 你有这个能力 用耶稣的名字 没有信耶稣的人 没有 没有 没有权定用这个名字 当会是信耶稣 你绝对有这个权定 用这个名字 然后我们回到圣经 好 这个名字呢 是在 基督的名字 是被人承认的 圣经讲 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是他 那超万民之方的名 这基督的名字的伟大 是在天上被承认的 因耶稣基督的名 凡在天上的都要积极 天上有许多生物 都要对着耶稣归下 在天上有一群群的天使 有天使长 还有一群群蒙救赎的 男人和女人 在启示录里面 告诉我们说 千千万人的人 都要蒙救赎 在天上 他宝座跟前 向基督起死 然后今天 在地上呢 也有许多人 向耶稣归下起死 称他为主 我们想一想 从开始到今天 有多少个人 是承认 承认主耶稣为主的 也是向他 欺欺贿下的 这不是一个很小的团体 那是多么多的 无数的人 可以算的 这不是想象的事实 不要以为 人家 无数师 我们看来看去这边 也只有十个人参加罢了 哪有那么多哦 我告诉你 因着耶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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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着耶稣的名字 像耶稣提出的 全世界都很多 虽然我们教会很小 这个我们这个信仰 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团体 不是想的团体 如果要叫起来 要呼吁起来 我们看如果要召集全世界的神的儿女 是很大很庞大的一个团体 你不用认识 你不用因为你懂得讲英文 你也不因为要懂得马来文 你也不用因为要懂得阿拉伯文 不管有什么语言 不同的种族语言文化 都拥有同样的信仰 那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伟大的 他名字也是伟大的 不仅在天上地下 还有一切的乞丐 都要向耶稣栖息 圣经说地底下的也是如此 圣经说到地底下 都是指邪灵说的 天是好的权势所在 地底下是黑暗的活动 是邪恶的大文明 自然也有一部分邪恶的权势 留在地上 他们知道主是谁 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曾经遇见了邪灵的一部分 他们对主耶稣很喊着说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神的儿子 时候还遇到 你就上来这里 叫我们受苦吗 他们这一般 代表着整个黑暗的活动 他们也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在我过去赶鬼 中降头的种种以来 很多那些所谓 那个女人 都在男人 那些受被鬼扶持的人 的身上 喊出很多名字 你是不是 而且耶稣有说 我没有问他 你是不是 他也包上名来 我说我是奥家公 我是奥贝公 我是奥贝公 我是管你妈 我是什么 不管你是谁 奥贝是贝 你来全部离开 都要奉耶稣的名 都要离开 这是我过去的 的释放祷告 释放的服饰的里面当中 我感觉到 以前我还半 还没有这么大进度的 如果佛祖来 会不会 佛祖最大的 可能我还有想像这样 有一次我还记得 那个女孩子 忽然间 那个 那个 那个年龄显现的时候 他 我告诉你 如果你盘息 你坐下来盘息 脚是这样 盘息 你能够盘息的 只是普通 这个女孩子 盘息的时候 他脚呢 弯到一个程度里 你很恐怖 除非要学奥家 才能做得到 他的脚盘息到 能够收到 收到 里面到里面里了 然后他就开始 念他的大悔 最后怎么 他就讲我是 入外佛祖 我 他 做他 他做他手硬啊 怎么样 我也不会写啊 总之 他那个 那个 邪灵在他身上 掌浅之后 真的做 做姿 的样子 都好像 如来佛这样 然后 我 一直在 赶鬼 一直在做 示范工作 我都不理他做 魔鬼会做很多 招式来去下路你的 如果你被下路 你就完蛋了 你就 你就不能解决了 所以我不理他 他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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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他 他说 不管你是谁 佛祖也是一样的 你要做 就要离开 就要离开了 我会把他看错了 我要告诉你什么 并不是要批评什么 但是 我这些年 我们有个经验是说 耶稣的名字 无论什么事 都要起不信 叫他自己 想想想 想想 所以你不用再找了 你这样遇到 五分的问题 你不用再找了 我问你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没有 耶稣的名字 你可以什么都没有 从里面 你必须 不要没有 耶稣的名字 你必须要 换句话来说 你必须 要有耶稣的名字 在你身上 你的生活里面 必须要用耶稣的名 去解决你 所有的问题 那么你这一年 这新的一年来 我就能够祝福你 能够 你能够看得到 凡事得胜 在你的生活里面 因为上帝祝福你 我们站立起来 所以 上帝赐给耶稣的名字 更尊贵的名 因为 一 神将耶稣身为之高 第二 上帝也给耶稣 超过万名字上的名 所以 他被赐予更尊贵的名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会来看 如何 耶稣战胜 如何 耶稣来得胜 这个名字 我们来看 就找到什么 多个人 我来说